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国之音北京记者叶冰最近采访了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 胡德华也是一个党内的开明派人物 他曾经长期主编《炎黄春秋》杂志 这个杂志成为党内一个开明派的身影 曾经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敢于说一些老百姓的正义的呼声 引起中共强烈的不满 后来习近平商量之后采取非常粗暴的做法 把《炎黄春秋》给停办了 但是因为胡耀邦的地位和历史影响 胡耀邦的几个儿子在中国社会还能说一些大胆的话 所以像胡德平 胡德华经常出来替人民发言 最近借着改革开放40周年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他 他讲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可以说反映了目前中国人真实的一些想法 对习近平目前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表达了不满 尤其是他主张这种稳定或定于一众 这样一种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做法 提出了批评 当然这个批评也不是非常直接的 是一种寒沙影射 拐弯 墨角 遗骨奋进 那我们先来听听这段视频 好 第二 第二 我觉得八十年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的改革的红利呀 大概老本啊 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 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 尤其加入了WTO已经都推广了 具体的政策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 这我觉得啊 那么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呢 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 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 我们现在好像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 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 问题呢 好像好像好像没说什么问题 都说一片大好 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 那你朝哪改啊 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 它改了它没方向啊 是不是啊 你首先要说哪不行啊 哪不对啊 哪跟这个 这现在有好多问题了 你跟国际上 这个咱也 也有很多问题啊 中美贸易 贸易战 WTO 还有跟日本 还有南海 那有好多问题啊 那么这些问题呢 就是 你说我深化 深化 深化的这有具体措施啊 你像腰帮书记 他那一项一项都是具体措施啊 那我想听听咱的具体措施啊 经济是发展的 经济是发展了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说 叫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嘛 所以大概 咱们党有很多这个人呢 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 我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 虽然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连邓小平都不懂 对吧 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一定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是他采取的那些办法 建设国家 治理社会 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 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 所以 所以这个看法都不同 这个稳定如何来理解 这也是个问题 是不是大家都不说话 鸦雀无声 这是一种稳定 是吧 还有一种稳定 比如像美国那样 议员们开会吵架 说我我我我这个 这个 这个比如说 有的是 我我跟贸易战 我谴责中国的 还有多说我不谴责中国的 那么你你你你认为他稳定不稳定啊 对不对 所以对稳定 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这个不清 我们这个没有没有说明白 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 对不对 但是我有一句话是说 什么叫反对 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打倒彭德怀 那那那那那那你说我也反对毛主席 这这咱不好说了 是吧 打倒这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哎 我那你说我反对他这个 那你说我叫不要反对毛主席啊 那么上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 说你反对 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说了 所以你这问题啊 不好回答 过去一提起药邦同志呢 一般大家都说 在改革开放 初期呢 平凡冤假错案 主持领导和发动和领导了这个 真理标准讨论 然后还有这个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吧 一般都说这些 就是农业改革 然后我今天呢 因为这些事情呢 讲的都很多了 那么我今天呢 想从在改革开放期间 胡耀邦总书记 他的经济思想 我想从这个角度呢 来说一下 那么他从这个最薄弱的 最觉得对 这个这个最边缘的 没人看得上的 农业开始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他叫边缘革命呢 那么从农业开始创 那么农业到底应该怎么抓 我们自己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 学大寨学了多少年 学了十几年呢 结果是粮食越来越少 蔬菜越来越少 水果几乎没有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词提出来了 就是我也没反对这个 我也没搞三字一包 我是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样呢 然后以后呢就很快的就 就推广起来 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 我们中国人民 或者说我们中华民族 就吃饱了肚子了 而这个吃饱饭 是我们几千难来 历代的封建王朝 别管什么康熙大帝 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乾隆 乾隆大帝 什么唐宗汉族 谁都没解决 家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它是边缘革命的开始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就农产品的身家工 还有运输 就都起来了 当时我们把运输 就是农产品的运输 叫做二道贩子 对吧 还记得吧 二道贩子说农民就是种田 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 都是应该咱中央来收的 对吧 农民说一卖了什么 一卖点农产品 就叫投机倒把 是不是 所以但是赋予了劳动力呢 那么他就有这个要求 对吧 你这个逐渐市场 复苏嘛 对吧 那么就有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差嘛 对不对 你农村就是便宜 你城里就是贵 对不对 那很自然的就就有农民 他要做就要做这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农产品的加工业呢 也就发展起来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当时叫社队企业 现在叫乡镇企业发展的出行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这也是工业的一个边缘 下乡知青返程之后 大量的是很多人没事干 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事是没人干 对吧 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是城市的服务业 这个做衣服的呀 开餐馆的呀 什么吃饭难呢 做衣服难呢 还有这个这个旅游也难呢 很多事都没人做 但是呢 又有人很多人没 说这事怎么办呢 后来药邦同志就提出来呢 大力发展这个私营经济 大力发展个体经济 那么就是说有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缝缝补补啊 什么这样的事啊 就就是你说还非要 接到组这个缝纫社啊 你才能缝衣服啊 就自己有个门脸 你就来接活就完了 说这个回城的下乡知青 这个给我们团中央的工作呢 也提出了好大的问题 如何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工作 说这事怎么办 也跟药邦书书记来说 后来药邦总书记想了想说 说首先我们解决我们青年的就业问题 是国家是拿不出钱来 来解决这些就业问题的 怎么办 要我们共青团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他说想什么办法呢 他说我呢 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你来 就是大家一起来商量 说 我们共青团能不能搞旅行社 后来这个来的人说 搞旅行社 我们也没宾馆 没有旅游宾馆 也没有这个车辆服务 说你像国家当时在七八年的 就是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只有大概两三家旅行社 都是国家投资来成立的 药邦总书记说 说我们整个共青团系统 是一个很好的网络呀 对吧 我们北京有团中央 各个省市 各个省有团省委 省委以下有团市委呀 对不对 那那 这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团的系统 有我们的招待所呀 对不对 那我们团中央就有 好几个招待所呀 那么你 你那个那个 我们各个省的团省委 也有自己的招待所呀 这个我们不需要国家投资啊 我们在不用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怎么 我们就能借用 我们团组织的招待所 这不就 饭店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虽然没有这么高大上 但是我们能解决问题呀 对吧 哎 我们就给 甚至说我们就 其实他说来旅游的 也不一定全是有钱人 有很多学生啊 对吧 也到你中国来旅游 人家就住你的这么个地方 主要看景点的 那学生也是穷学生啊 那么 那么你就住你这不挺好吗 另外我们团中央 也有几台大轿子车吧 这个大巴车吧 那么我们各个团省委里面 总是有几辆汽车吧 我们不行我们还能租吗 只要能算的账过来 这不就可以了吗 在这种思维的启发之下 我们的中国青年旅行社 就没有要国家的投资 就办起来了 哎 这也就是 这也是经济上的边缘革命 胡德华先生 这段讲话呢 实际分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对胡耀邦 他的经济思想 做了充分的肯定 这一点我们也是 完全的赞同 解决农村的温饱问题 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解决行政机构的 臃肿 没有效益的问题 然后呢 大力发展 私营经济 这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历史的攻击 不容抹杀 但是胡德华先生 讲话里面 最重要的 还是对当下的一些建议 一个呢 我们知道 他就认为呢 现在的经济改革开放呢 过去的老板已经吃完了 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政策 需要再进一步的上一个台阶 农村搞连算承报 现在已经到头了 现在应该是怎么样 集约化发展 更进一步的像西方国家的这种农业制度的问题 但你现在没有这个推进 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还有在城市里面 在整个中国社会怎么样扩大外资 让外资能够进入金融的领域 进入文化市场的领域 这个互联网的领域 这些呢 要有新的一些改革开放的促势的推进 不然的话那改革开放呢 只是在把以前的所谓的经济特区啊 胡耀邦那个时代的在继续的吃老本而已 所以他的这个观点呢是非常新颖 也是正好配合了目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种说法 你在经济上含蓄要继续的向西方国家开放和学习 另一方面他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过于这个社会稳定的问题 社会稳定绝对不是鸦雀无声 绝对不是扼杀人的言论自由 绝对不是听不见反对的这个声音 社会稳定呢 那像美国在国会内吵 在全社会吵 你看这个川普跟民主党的领袖 吵得不可开交 一见面三句就见多 说了一两句话 佛修挨走啊 这是不是稳定 这人家就是稳定呢 这就是说不同的意见呢 在一个合理的机制里表达了出来 那胡德华先生的意思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不能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要百花齐放 各种声音出来 这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相反你鸦雀无声 一说话就抓起来 一发帖就抓起来 这个时间跟那个毛泽东时代的专制 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胡德华先生也提出了 就是谁反对毛泽东啊 就打倒谁 就真死谁 这样一种做法就不应该现在就做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谁反对习近平就真死他 这样一种思维 不能定于一宗 他就是一个皇帝 所以他 胡先生呢 实际上从一种 对毛泽东的一种批评 批评现在习近平的做法 习近平你在看历史的倒车 你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所以总而言之呢 他对中国目前的社会 现在主要是非常不满 对改革开放 40周年以来 到现在的这个状况呢 是非常不满 他因为 他认为应该啊 继续效法胡耀邦 把改革开放的这种精神呢 贯彻到底 现在在新的形式下 应该更加走向这个开放 经济上进一步开放 接纳这个普世的经济的规则 在政治上那也进行言论自由 接受普世价值 普世的规则 那这样才是把改革开放 推进的一个标志 也不是说啊 现在改革开放40周年 形势一片大好 其实需要改的非常的多 现在是原地踏步 吃老板 甚至是倒退 要倒退的毛泽东时代 所以胡德华先生呢 这番言论呢 虽然看似平淡 实际上我想呢 会在党内的高层 会引起这个震荡 老百姓听了之后呢 也感觉到 其实呢 也有一些开明派 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在发言 希望呢 这样一个声音呢 能够从一个小的声音 最后变成一些 强大的民间的反对的声音 这个时候呢 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 改变目前的政局 好 谢谢大家 再见